大家好,今天继续推荐分享 Dia Houghton在Handerson的楼盘 这个Master Plan社区叫Cadence 超级大,相当美 这个房源呢 跟昨天那个比呢 就是二楼多了一个客厅 老实讲,更实用,更美观一点 更make sense一点吧 看上去也舒服 居住体验也高一点 这个是1865次 比昨天的呢,那个大70次 只贵了8000块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我买 我要买这个,划算一点 因为居住体验更好嘛 只多花了8000,但是多了70次啊 今天这套呢,是449990 昨天那套是441990 Anyway,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一楼是客餐出开放式 加个半位 基本都一样的 二楼呢,就是 一个主卧 三个客卧 还有一个loft pantry也挺大 Kidens,哦,我要聊一下这个 Kidens这个大社区呢 在很早之前呢 曾经这一带 有一个垃圾填埋厂 然后政府呢 花了,我上网搜了一下 也听其他老美博主讲 是花了6000万美金来洗地 就是把这个垃圾填埋厂啊 把它土壤啊 把这些chemical啊什么 都给它清理 都给它fix 就是让它安全 可用 技术上全部过关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槽点 有的人就是不喜欢的 它不买这里的原因 这是其中之一 我在这个楼盘 跟Sales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哇,它很犀利啊 它立刻拿出来几张纸给我看 它说 等你一进入合同 你会收到这张证明 就是这个报告 政府的相关部门啊 是给你出具这个土地 土壤的质量啊 检验啊 这些标准 这些报告的 这都是合格的 说如果有问题 它就不会允许在这卖地建房了 所以这是过关的 没有问题的 Anyway 你自己 看你自己怎么想 你认为有问题 那你就不要买嘛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规划是建 12,250套房子的 现在是花花的卖 天天卖 如果有问题 这些屋主 也不都是傻子吧 他们为什么买呢 对吧 你要有一些格局 要参考一下 这些现实吧 Anyway 自己思考 自己的钱 我的看法呢 我还是选择相信政府的 也选择相信我看到的东西 Anyway 这是我的想法 你们听听就好 我去那里拍盘 我看到的就是 哎哟 全部都是在地 这里盖 那里盖 然后房子又新又漂亮 街道 绿化 那是真美 而且很宽敞 车少人少 现在 感觉空气也清新一些 反正只要是美就吸引我 我很简单的 喜欢吗 喜欢请跟我联系 702-635-0787